人們的慾望就像個無底洞 追求低底盤的性能操控 又想要大空間的機能利用 如果再來一點帥氣外型 似乎也不錯 你說這玉熊掌能否兼得? 今天就讓Arteon Shooting Brake 來滿足你 如果說車是A點移動到B點的交通工具 那麼Arteon肯定算得上是會移動的藝術品 今天有著Shooting Brake 的加持 它變得更美更迷人之外 還更加的實用 與Fastback 相同的車長車寬還有軸距 在行李箱的空間部分有著565公升 其實兩整箱差不大僅有2公升的差距 但是透過後座椅背的傾倒 Shooting Brake 超過1600公升的容積 不說你還以為我在介紹SUV 而為什麼說它會是一件藝術品 這就得從外觀來看齊 橫栽的水箱護照 展現的是福士集團全新的家族特色 而引擎蓋向葉子板兩側來做延伸 而當你發動車輛的時候 左右兩側的LED日行燈會串連在一起 這個儀式感不僅有 而且辨識度更是高 在頭燈的部分 它搭載的是iQ-Lite LED 除了自帶轉向輔助之外 同時還有遠近光燈自動切換 科技層面其實也相當的夠 另外我們這次試駕的是最高規的 380 R-Lite Performance 版本 因此有著專屬的前後空力保感 更配置了20吋的 Nashville 鋁合金輪圈 這個輪圈看上去相當的飽滿 的確也起到了強化意向的效果 那麼有人會問說 Bosw不是已經出了一台 Pasar Variant 怎麼還會再出 Artian Shooting Brake 來個網內互打 寄生於核生量呢 其實就我的觀點而言 Pasar Variant 它的大氣穩重 攪出了一張95分的成績單 而Artian Shooting Brake 在對比之下 它的這個空間輕人性的確 相比之下扣了個5分 但是在美型設計 比如說無窗框的跑格 已經Shooting Brake 性感的 屯線包覆之下 有著15分的加成 那這樣一來一往 我就覺得這台車真的是超過100分 至於在內裝的表現 其實也相當的科技 在我前方有一個10.25吋的儀表板 它全數位的顯示之外 顯示功能相當豐富 還可以insert地圖的圖枝 而在駕駛前方還有一個抬頭顯示器 至於方向盤的按鈕 以及空調的旋鈕 通通都採用的是電容的觸控方式 只要輕輕一滑就能夠操作 讓調整都優雅了起來 另外在中控主機的部分 採用的是Discovery Pro的9吋螢幕 除了內建導航之外 還可以跟手機無線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來做連結 重點是它還支援手勢觸控 只要輕輕一揮 它就能夠翻到下一頁 實踐什麼叫做真正的救手 而我們現在做的這兩張座椅 是Nappa Carbon包覆的運動型座椅 這兩張座椅在前座的部分都有電動調整 而且在駕駛座還有記憶以及按摩功能 其實樣式看上就相當的戰鬥 在腰部的支撐性也相當的足 重點是它的發泡棉支撐性也相當的好 所以說在長途駕駛或是久坐之下 並不會感覺到特別的疲憊 至於其它機能性的部分 包含了山區的恆溫空調 以及哈曼卡登的音響 還有一個QI的無線快充 上方還有一個全景的大天窗 重點是還有30攝的氣氛燈 可以隨著駕駛的心情 任意的來做調整 而這些配備都已經上看到BBA的等級 而另外講到後座空間的表現 其實我認為Arteon Shooting Brake 算是可圈可點 在頭部空間綽綽有餘 並不會因為它Shooting Brake流線造型 而去犧牲掉太多 至於在西部空間 擺2.8米的軸距所次 其實要翹個腳也都OK 不過對應到4M的四輪傳動系統 中央的隆起面積似是高了一些 但是你要再塞一個成人 基本上不要是官人這種體型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問題 說到Arteon的動力表現 EA888的引擎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2.0升直列四缸的汽油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272匹 最大扭力35.7公斤米 變速箱搭配的是7速的DSG雙離合變速箱 這點應該是沒什麼好意外的 0百加速5.9秒可以搞定 其實先前有跟大家聊過 8秒內算快 6秒內撐得上性能 4秒內是超跑 2秒內就叫做怪獸 而這台Arteon Shooting Brake 在最大扭力從2000轉到5400轉 通通都能夠爆發 而這個轉速域剛好就是我們 平常開車最常用到的轉速帶 有著廣闊的扭力平原 加上雙離合器的輔助之下 這個油門一踩 它的貼背感相當的足夠 而且動力反應毫不遲滯 加上它的引擎馬力足氣夠長 因此在高轉的延伸 我覺得它的加速並不會出現疲軟的狀態 反而是一種一氣呵成的感受 它對4Motion的四輪傳動系統 讓車輛擁有更好的抓地力 以及過彎的循跡表現 可以讓這272匹的馬力 更容易操控跟發揮 如果這是一台272匹的後驅車 在出彎補油的時候 你就更需要謹慎去拿捏油門的開度 因為一給過頭 隨時都可能會有轉向過度的發聲 但是在這台Arteon Shooting Brake上面 你更可以放膽去踩油門 去享受272匹所帶給你的操駕樂趣 除了這個四輪傳動之外 它還有著電子方方差速器 因此可以偵測車輛的四個輪子 它的抓地狀況以及打滑程度 進行動力的調配 加上Progressive Steering的動態磁比方向盤 在高速下它的這個轉向 比例越來越接近1比1 因此實現高速更穩定 而且更精準的操控表現 當然有人會說 後驅才是操控樂趣的王道 其實這點我不否認 但是我更喜歡的是四輪傳動 那種快很準貼地飛行 帶給你的自信駕馭感受 講到貼地這件事情 就跟懸吊有很大的關係 Arteon Shooting Brake 採用的是前麥花城後四連桿的懸吊 而且前後都有附上防傾桿 所以透過獨立懸吊作動 在路面的碎震處理其實相當的優秀 可以提供一個更穩定的車身動態表現給駕駛 那麼我們這次試駕的是最頂級的 380R-Line Performance版本 因此它還有配置了 DCC的主動底盤控制系統 其實這個主動底盤控制系統 說白了就是電子阻尼懸吊 可以根據不同路況以及車主的需求 來調整阻尼的軟硬 而在一般模式之下 我覺得它的懸吊不是只有軟而已 還有點軟中帶Q的感受 因此除了舒適之餘 可以透過輪胎、懸吊甚至方向板 回饋給駕駛相當清晰的路感回饋 通通都能夠清楚的去掌握 然而如果轉到SPORT模式之下 可以發現它的懸吊組 變得非常的硬朗之外 如果經過一些道路鋪裝品質不佳的地方 你還會覺得它特別的跳 然而這樣子的表現 在山路上其實更加的適合 尤其你在熱血山路的時候 這組懸吊的阻尼 它變得硬了之後 再對於山路的過彎側傾 以及重煞之下的懸吊支撐力 都有著相當優秀的表現 那麼你說這台車有沒有缺點 其實我覺得它的油耗真的沒那麼的經濟 畢竟大馬力加上四輪傳動 這些原本就是跟油耗是相悖的 另外20吋的輪圈看上去相當的過癮 但是如果你想換一副好的性能胎 這個荷包就得多掏出一點 最後講到的就是主被動安全 其實現在福斯集團旗下的車子 都有搭載著iQ-Drive智能駕駛輔助系統 當然這台Arty & Shooting Brake也不例外 LV2的ACC主動定速巡航之外 還有車道維持以及Stop & Go的系統 那當然前方碰撞一頸 以及後方的車側警示 這台車通通都有 它還附帶了煞車的輔助 也就是說除了會有警示音跟震動提醒你之外 還會幫你預踩煞車 降低傷亡跟事故的發生機率 同時搭起倒檔的時候 還有360度的環景設計 如果覺得還不夠 它還有Park Assist的系統 方便你做任何角度的停車 同時在這台車上面更標配了9顆氣囊 上述的除了最入門的Arty & 版本之外 其他的通通都是標準配備 試駕完Arty & Shooting Brake 272P 的動力 四輪傳動加上電子阻尼以及偌大的車室空間 重點是只要200出頭的售價 在這個級距當中真的是相當的無敵 能夠說它的對手大概就是同集團的Sport Combi Sport Plus 但是別忘了Sport的輪圈最大只給到19吋 而且全數位的儀表還要另外加價做選購 如果挑一台車適用性價比 那麼面對這個藝術品也就只有你喜不喜歡而已 嗯